门店营销策划必须具备五要素 第一个 如何让别人知道 如何让别人知道你这个店做的什么样的事 你这个店做的什么样的活动 没人知道 你的店也好 你的活动也好 等于零 第二 怎么让人来到你的店里面 就是让人知道的同时 还给到别人不得不来到你这的理由 这叫引流 第三个 怎么让人来到你这之后 还愿意在你这儿进行消费 这叫成交 第四个 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让客户反复的来到我们这儿消费 这叫复购 第五个 也是最核心的 一个人来到你这儿消费之后 他怎么能够自觉自愿的 把身边的你所需要的客户 带到你这儿来消费 这叫裂变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建议大家学习一下 左下角实体小店创业实操课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一个店要做好宣传 引流 成交 复购 裂变 五要素 这五要素缺一不可 那么你现在知道你的店 如何去宣传吗 如何去引流 如何去成交 如何去复购 如何去裂变 如果不知道 那么实体小店创业实操课 拿去试一试 拿去好好的研究 你缺什么 就把它给补上 你生意自然就好